LUKU 車輛車輛 路口停等紅燈 機車和汽車接連停下來 結果騎士覺得後車靠好近 趕快下車 結果衝突就這樣發生 兩人爭吵之後 只見騎士拿起安全帽 朝教務車砸下去 變成這樣 轎車大燈被砸破 而且一次就是砸兩邊 這下毀損構成了 報警處理 他說你逼我車 反正就是潑伏罵今天這樣一直罵 我開門 開門要走 他不讓我走 我門頂到他一下 他就動手打我了 打我我就還手 原來雙方是因為行車糾紛 事發之後在台北市中山區的 一間KTV前 這邊平時白天會有許多車 暫停路邊 晚上則是會有一整排的計程車 這名51歲的駕駛犯先生 被指控B車 兩人原本一潛以後 結果范先生右轉 騎士們則是執行 就在這路口被說有按喇叭 雙方才在下隔路口發生爭執 叫車兩個大燈被砸破 維修費大約六千多塊 我沒有按他喇叭 基本上我要停車 靠近就靠近嘛 聽得最誇張就是他罵我死老人 開什麼爛車 我問對方說為什麼要按我們喇叭 因為紅燈 然後對方是說他要紅燈 那要右轉 對方就下車 然後就是撞我這樣 然後就開始就有那個 日理上的衝突 對方先開始言語調遇 實際找到雙方 他們說法有些出入 但已經報警互告傷害 接下來就交由法官定奪 只是這回好好開車騎車上路 竟然也會無端釀成糾紛 兩邊也都十分無奈 TB的新聞 顏瑞神黃金芬無心宴 台北市報導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优独播剧場